这个月主要就是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风景 然后关于这个的话 就是我已经上传了一些视频在小红书 或者哔哩哔哩上面 大家也可以参考我以前的视频 大概是我在读语学院的时候 就是发过的一些视频 之前也在语学院就是做过 就是帮学校宣传一些相关的工作 然后接下来就是介绍一下我平时上课的地方 就先教他想象馆吧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旁边英文 就是大概英语过来就名字是这样 我觉得就是这栋建筑应该是全校最好的建筑之一了 对就平时我要在这上课就非常的舒服 首先走进来就是大概这栋楼也是我们学校 就是创业支援中心 就平时创业的小伙伴也会就在这里进行一些创业活动 然后经常也会有一些就是 校外的企业来过来进行一些交流活动 就是鼓励学生去创业 然后一楼的大厅大概就是一些自由创业空间什么的 比如像3D打印或者就是 还有一些学习什么企业管理的这样 之前我有看到过就是关于星巴克的企业运营模式 就是在对就这间教室有讲过课 还有一些苹果公司的运营模式 然后这个就是一楼的一个小小的学习的咖啡厅 原来只是有一台咖啡机的 但不知道为啥现在没有 然后也有打印机 就大家可以在这自由学习讨论什么的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 对一楼还有就是可以供大家就躺着休息的地方 就躺平学习也挺好的 然后包括就是建筑里边就是像楼梯间就装修也挺好的 然后现在二楼就是还是就是主要是学校的一个创业中心吧 就比如像一些创业社团的会在这里开些会议举行一些活动 啥的 然后现在来到三楼 三楼它会有 其实二楼和三楼都会有一个小型的露台 就是可以供大家就是学习累的时候到外边 就是暂时的放松休息一下 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三楼也是 我没有经常来 但是它是比较一个也是像创业空间的地方 就是学生会把自己的作品放在这里展示 然后还有一些关于我们学校的介绍 旁边可能是像一些就是学生就是创业的产品的一些介绍吧 对 然后这里也是有休息的地方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像是自由专业学习吧 就是一开始它不会就是定专业 就是各种专业就是都可以选择交叉在一起的一个地方 也是学习的空间比如像讨论空间 还有就是可以休息的空间也是非常多的 然后现在五楼就是学校的建筑学习 建筑因为我们学校是工科大学 所以像建筑学习都还挺不错的 包括就是教授也是基本都是毕业于欧美的世界一流名校 基本都是QS前一排的所以就实质还是挺好的 然后接下来就是到六楼 六楼到八楼就是我们学校回数不多的文科专业的地方 对 然后六楼就是学校的文艺写作系 文艺创作系 就因为这个系就是对韩语要求非常高 所以就基本没有外国留学生或者说只有交汉学生 但上的大部分都是英语收课 但是如果汉语很好的话也是可以选择 然后七层就是英文系 英文系也是属于外国人比较多的系 就是大部分课程都是以英语进行的 大概80% 90%的样子 对 然后在这里也是可以进行一些学习讨论的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行政学系 也可以叫做公共管理学系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学校 我们系的一个就是一块白板吧 就是一般学生可以在这里就是写一些自己的想法啥的 就然后写的大概意思就是想快点就是结束这学期 因为其中考的时候比较累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学校的电脑室 就是平时需要利用一些统计学软件 比如像SPSS相关的一些统计学软件 就是写毕业论文或者做报告书之类的都是必要的 所以就会到这里上课 平时的话在电脑室 大家也可以就是去办公室领一些免费的A4纸 去打印自己的学习资料 或者平时就是没有电脑同学也可以在电脑学习试学习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系放的一小牌 就是在上课之前大家可以暂时在这里休息或者学习的地方 然后望一下窗外的风景也是很治愈一天 然后现在是放假中 所以就学校里没啥人 然后教室也不开放 当然除了一些就是上假期课的学习除外 然后这个就是大概就是我平时上课的 就是这个建筑的情况 就是实施还是非常不错的 就大家可以多多参考一下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系办公室了 我现在在我们系办公室就是当助教学生 然后就是平时帮助教老师或者就是教授干一些跑腿的活 然后帮助同学解答一些问题什么的